歡迎大家收看今集放眼馬世界的海外論戰系列 今個星期日在本地賽中間2時40分 會插播一場由日本中京競馬場轉播的高重工紀念 這場一級大賽 亦是世界短途錦標系列的其中一站 在講馬之前我們先介紹今晚的嘉賓 先有阿豪、諾永豪和佳賽進階 我和佳好像第一次合作 今天第一次,看看能否拆出火花 是的,既然如此不妨可以看看 大家都知道這場賽事在日本 雖然是一場享負盛名 亦是歷史很悠久的一級賽事 其實背景是如何的 其實來到今屆已經是第42屆高重工杯 但最初的高重工杯不是跑1200 最初也不是高重工… 不是高重工紀念 之前是高重工杯 其實這場賽事當年跑2000米 即是長途馬賽事 差那麼遠,距離1200米 但到了1996年這麼少的時間 因為他跟日本的短途馬錦標 做成一場春秋兩場一級賽 短途的 將這場賽事縮下來跑 變成1200米 但當年還未叫高重工紀念 現在到了1998年才轉名 叫做高重工紀念賽 到了2007年的時候 這場賽事升級為國際的一級賽 我們到了去年世界短途挑戰賽第二站 但大家都知道 去年中興競馬場因為翻身 也不可以叫做重建 也叫做改建 翻身是改建 對,總之不是僭建 是改建 所以在去年叫做第一次 列入了這個世界短途挑戰賽的第二關的時候 當時是疑似在板神競馬場跑的 大家都知道 板神競馬場和中興競馬場 但跟以前的高重工紀念是有一點出入的 以前他經常覺得跑高重工 急彎短途 最重要是放在前方 進直路不久 雖然直路怎樣都比滿利谷 但也很快到終點 但現在就不是了 以前是313.8米的舊直路 而今年是412.5米 之前已經翻修過幾次 我們看到前領馬沒什麼好處 那麼久我們統計過 一隻馬能夠跑到三角 大部分都是後上的 如果在樓後就比較好 不過我想會不會有關係 除了加長了直路之後 因為我記得以往 在中興競馬場直路短一點 而且它還是挺平坦的 但如果加長了直路之後 現在最後的100米 車上是2米 它是這麼高的 是有點像中山的馬場 現在變成左轉的中山版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馬場不同了 拉長的直路有斜坡 連馬師也會知道 步馬的時候 自然可能會把後上的實力馬 形成整個局面 跟以前的中興不同了 所以你說看賽職 或者看一些根據的時候 中興的成績是這樣的 但其實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馬場 所以我想 如果你說加上左轉的話 除了中興之外 我想你加入考慮 東興競馬場的賽職 可能會有些幫助 對 說完了賽事背景和馬場 不如也可以說馬 我們打比就看到大摩放了六隻 這場高重工紀念賽 也有一個馬場 輕兵四路 說的是安田龍行 當中包括兩隻 很多朋友喜歡的馬 其實也不分軒子 一隻見過一隻沒見過 先說見過那隻 見過那隻當然是上年 上年的短頭馬錦標的冠軍 真機靈 事實上去年我們跑短頭馬錦標之前 都已經覺得馬駛很厲害 即是他一直贏下來的氣勢很厲害 結果可以突破一級賽 即是連贏五場 但贏完短頭馬錦標之後 他來香港跑香港短頭馬錦標 結果不上名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 朱仔你覺得他跑得好不好 很好 我覺得是騎士發揮不好 說過騎士略算 其實你看到這隻真機靈 他在上次來香港的時候 都很慘 來的時候 之前在飛機運了15小時才起飛 這些故事很多朋友都可能會知道 但其實你看回頭 來香港之後這隻馬 不是很肯吃東西 即是我在日本的派對中聽回來 結果是瘦過他在日本出賽的時候 都可以跑到外隊馬最前的名次 我看的實力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也不僅是外隊馬最前 因為日本派馬跑短頭錦標 唯一只有獎金 是第五名的 他們對於零的大破 但是真機靈已經復出了一場 後上的表現好像還未如預期 是他的狀態經過遠徵後沉了 還是第一場再撻起來 會否擔心斷籃 沒有氣勢 我也覺得可能是休息中間隔了三個多月的問題 還有也是據報 那邊的日本朋友都說 其實那一場真機靈走出去是不合理的 也可能是一場立場 熱身賽是為了這場高重工紀念 幕後也是非常希望可以捧走這場 我們來看見 這個令人的 既然有機會 我還是會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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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會感到